永恒的冠冕 最近是四年一度的奥运会 在巴黎举开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直播 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看也是很好的 看到那些运动员怎么来比赛 代表自己的国家争光 这样我想起哥林多前书有一段圣经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24到27节 我们一起读 大声读 123 岂不智在城上赛跑的都跑,但得掌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叫你们得着掌赏 25节 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 我们确实要得那不人坏的冠冕 26节 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公气的 27节 我功可几身,叫神福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我们最近教会的进度是读哥林多前书 刚好最近有奥运,我要读到这一段,跟大家分享 保罗写信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是在今天的希腊 我们知道奥运会的起源也是在希腊 在2000年之前,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当时在希腊已经有大型的运动比赛 只要你是希腊人,你都会关心这种比赛 不同城市的代表都会在一起 他们都希望可以得到冠冕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这是世上的冠冕 这是25节所说的 这是他们努力想要得着人坏的冠冕 为什么是说人坏的冠冕呢? 因为以前的运动会的奖品不是金牌、银牌、铜牌 以前运动员如果赢了这个比赛 主办单位给他们一个花圈戴在头上 所以叫Diadem 就是用花圈戴在头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花啊,有树叶啊,很漂亮 但是能够漂亮几天呢? 今天你插花,有水在下面可能会有漂亮一个礼拜 但是这种花圈在头上呢? 但是这种花圈在头上呢?大概一两天就干掉了 这个代表说世界的荣耀是暂时的 我们想想看啊,运动员 要打进奥运会 本身就是已经很厉害了 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比赛奥运 你要达到什么的水平 你是在这个阿伯特省你要是最好的 你才可以参加全国比赛 那全国的比赛你要是最好的 你要达到奥运参赛的最低的标准 同时哦,你是全国最好 但是你也要达到它的标准 比如说你要跑一百米赛跑 你跑超过十秒钟啊,你参加不了了 好了,那你可以代表加拿大参加了 那你还要去奥运跟全世界最顶级的来比 你可能这个国家最厉害 你去到那边可能跑最后 他先有出赛 要进到决赛 那才可以决定谁可以赢第一名金牌 第二名银牌,第三名铜牌 很多人一辈子啊,这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练习 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奥运 大部分进到奥运的也得不到奖牌 所以拿到那个牌啊,尤其是金牌的话,那个荣耀就不得了 全国都为你高兴 但是对保罗来说 这个金牌也好,银牌也好 代表世界的荣耀 它有它的荣耀,但是很短暂 我们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 二十四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一起读 一二三 因为凡有学期的,尽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固干,花必凋谢 这里说,一切都像会凋谢的花草 这里说,一切都像会凋谢的花草 你那个奥运的,当时以前的那个是一个花圈 放几天就烂掉了 那你今天就赢了一个金牌 报纸给你报道,哇,你好威风啊 但是四年之后,要另外一批人起来了 谁会记得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得了金牌 因为旧人就被新人淘汰了 除非你去看那个记录,不然的话你不记得以前谁赢过了 圣经说,世界的荣耀也是这样 不论你在世上的成就有多大多美好 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你看那些运动员都好看 他的跑路都快 因为他们每天练习 他那个身形啊,看起来就好看了 尤其是跟我们比起来 人家就六块,我们就一块 六合一 哇,人家跑得多快,我们坐在家里 有时候从沙滑起来都觉得酸痛 有人说什么叫做奥运 奥运就是一批需要运动的人 看一批需要休息的人在比赛 哇,一边吃那个chips,一边看奥运 哇,一边喝汽水 越看越肥 你看那些运动员的身形 看了就好看 又年轻 最年轻的一个,十四岁就赢金牌 代表日本滑板比赛 滑板也可以奥运,现在好厉害 但是他们虽然那么年轻 那么有力量 他们到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也跟你一样 也是会白头发 也会有大肚子 也会膝盖痛 还有很多顶尖的运动员都不长命 为什么?练得太厉害了 那个活到七八十岁很少都是奥运比赛 有一些很多都四五十岁就没有了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有血气的都会过去 没有人可以永远在高峰 世界的荣华也会过去 今天大家讲你,以后大家忘记你 记不记得中国有一个叫刘祥 那个跑夸蓝的 哇,那个时候大家讲他 现在谁讲他? 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只追求那个人坏的冠名 你的钱,你的成就,你的成功,你的金牌 说实在你不一定得到 就算你得到 也是会过去 所以那些东西不要放在你生命当中追求的目标 小孩子去运动,让他玩一玩就好了 不要给他目标说,怎么做奥运啊,怎么世界杯啊 有一些父母要培养孩子运动,安息日都不来聚会 因为运动比赛都是礼拜六 足球啊,足球啊,溜冰啊,篮球啊 代表学校,代表城市比赛都是礼拜六 代表学校,代表城市比赛都是礼拜六 外的孩子要追求那个 安息日都不来聚会 以后自己会后悔 因为得到了,就算得到了,就是一束花圈放在头上 好,那要追求什么 第二点 这是要追求天上不朽坏的冠冕 这是第五节所说的 第五节所说,我们确实要得拿不能坏的冠冕啊 不能坏的就是不像那个花草啊 也不是世界的金牌啊 我们要给神为我们预备生命的冠冕 我们看启示录 第二章 第十节 启示录二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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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里圣经说我们要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 不是金子做的 不是花草做的 这个冠冕是无形的 是属灵的生命 这是神给你的 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战胜过一切的考验 坚持你的信仰 就算被逼迫 你都不放弃 你就会拿到生命的冠冕 这是得永生 再来另外一个冠冕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 第七节一起读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第八节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是给我的 不但是给我也要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在生命的结束的时候 他说我该跑的路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守住了 然后呢 有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 现在有公义的冠冕 这是神把他称义 神要接他到永生 所以我们大家基督徒 我们虽然没有去巴黎比赛 我们但是要为自己比赛 我们要用得奖的 要奥运的精神 去跑这条天国的比赛的路 不然的话你得不到奖 如果你没有得奖 等于你得不到永生 那我们要怎样来得永恒的 不朽坏的冠冕 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 9章24-27节来讲几点 第一点 怎么得不朽坏的冠冕 这是要用得奖的态度 要用明确的目标 要得奖的态度去比赛 我们要看二十四节 9章24节 一切读 一二三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保罗说在场上跑比赛了 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奖 但是每一个人跑的时候 都要用得奖的目的去跑 这是你目标很明确 你训练的时候 就是为了去比赛 如果你比赛 目标就是得奖 虽然在场上跑的人 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奖 但是你不能随随便便 你不能说我自在参与 我要participate就好了 我不会得奖的了 我来陪跑的了 那跑不用那么辛苦 反正我都不会赢 那我干嘛那么辛苦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比赛的 一点斗志都没有 一点目标心都没有 跑步的时候好像散步这样 这种人就是没有体育精神 所以属灵上我们也是一样 你的目标要很明确 我为什么要信主 我信主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 虽然我也很希望神会祝福我 健康 平安 身体 事业 我都希望神祝福我 但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奖响啊 我要的奖响是公义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 我是希望我这一辈子结束了 神会接我到天国 所以为了这个我要付出最大的努力 信主的目的就是要进天国 能不能进 最后能不能进 今天还没决定好啊 我们还在跑啊 还没跑完啊 你跑到一半 跑走了 你就进不了天国 你看 看看旧的照片 哇 以前有一些人曾经在啊 那现在已经不在了 有一些年轻的时候很热心啊 到老的时候不见啊 我们要用这种目标明确 我要得救 我不可以离开神 我不可以离开真教会 我们看希伯来书 12章 12章 第1节 12章第1节 12章第1节 1 2 3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照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传心忍耐 奔拿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这里又是圣经的作者 勉励我们跑 要怎么跑呢 放下重担 任何东西会影响你 跑这个路的 你把它丢开 你中担那么多 你怎么样跑 怎么比赛 你有看到那些跑奥运的人 背着背包啊 带着电脑啊 带着冰箱啊 背着跑吗 没有 你要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把它放开 再来呢 你要忍耐 忍耐 跑这个路是很辛苦的 但是你知道这条路是带你去哪里 还有了第2节 我们一起读第2节 1 2 3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大圣主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堪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你看跑这条路也是要忍耐 你看要得奥运奖牌的人 都要忍耐多少的训练 都苦啊 人家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去训练了 人家可以很放松的时候 他没有停止 要忍受啊 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忍受了 那你信仰的道路 其实也要忍受很多苦 但是只要你靠着神 只要你目标明确 我是要得奖的 那这样的心态去跑 你才会付出你的努力 第二点 看回来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 我们看第25节 凡教立正圣的 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 我们确实要得了不人坏的冠冕 第二点 就是要有节制 保罗说 教力 真胜 诸事都有节制 另外一个翻译本呢 就是要 要控制自己 运动员跟我们的 有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运动员都要很有节制 怎么节制呢 该起床的时候训练都要起床 不能睡懒觉啊 我以前认识一个参加游泳队的人 他游得很好游得很快 他说他怎么样训练呢 学校八点钟开始 他五点钟起床 六点钟到游泳池 训练到七点 再回家再去学校 下课再游两个钟 一个礼拜七天 基本没休息 这个就是自律 另外一个就是自律 你要当运动员 你要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你要自律 你要控制自己 你想睡晚一点 他说不行 我要起床了 再来吃东西要很自律 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看到Tim Horton 要豆腐 打一包回家 或是一边开车一边喝 一边吃 喝咖啡 double double 还不够甜 Triple triple 你喝那些 你永远当不了运动员 运动员 他那个饮食很节制 大量的蛋白质 但是不可以太多糖 有时候连盐都不能吃太多 以前我认识的弟兄 这是搞body building的 哇 这个肌肉 那个衣服都包不住 我说你觉得 我脱一下 是不是真的 很硬啊 他说再过几个两个月 我去比赛 我说哇 那你吃什么才那么大只 他说我只能吃鸡松肉 还有吃菜 哇 我说那么无聊啊 我没办法啊 我们的鸡肉要锻炼出来的 你只能够吃那些没有肥的鸡肉 还有 不能有盐啊 有盐的话你肌肉就变样 哇 真的有自律 有节制 那连要得奖牌的人 都要那么自律 那我们今天属灵上 难道不要自律一点吗 所谓的自律 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是每一样欲望 你都要满足它了 你要控制它 太多就是不好 不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你就知道 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帮助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敬虔 和服神的主意 这个东西不敬虔 这个音乐内容 这个不是让我们的信仰更好 哦 不听 哦 这是自律 还有 就算我们生活很忙碌 如果你的信仰上真的要进步 你的时间上要自律 你的时间上要自律 我们看《丹尼里书》 开向耶路撒拉 一日三次相识归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丹尼里》遇到人生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别人要控告他 那个王下了禁令 三十天之内不可以祷告 如果有人向王以外的人 祷告敬拜 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 但是《丹尼里》根本就不管你 但《丹尼里》照常祷告 在自己的家里 窗户开向耶路撒拉 因为他心里面想起他的祖国 他的神 这是耶路撒拉 一天三次 早上 早上第一件事情 丹尼里一定是先祷告 中午 下午 他一定是祷告 晚上 他一定祷告 这一天三次 跟平常一样 丹尼里那么忙 但是他都 维持这个习惯 我们今天可以说 比丹尼里还忙吗 我们做到总理了吗 没有啊 我们忙什么 不是滑手机时间一下就过了 打打电动时间要过了 但是丹尼里 他自律 所以人家的灵性那么好 圣经说他有美好的灵性 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家试试看 如果我们真的像丹尼里一样 早上 中午 晚上 多有一定时的为自己的灵性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家庭祷告 你都会发觉 不一样 有一个姐妹 她家里遇到事情 她孩子遇到一些事情 她很烦恼 孩子长大过程反叛啊 不乖啊 怎么办呢 她读圣经 知道一个灵感 现在开始 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要先好好祷告 以前早上起来 先花好手机啊 吃早餐啊 弄东东西啊 才祷告一下下 到现在她知道了 孩子的问题就是逼我 我要自律 我要先把祷告 发生在生活的第一件事情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 先祷告二十分钟 先把那个timerset 我们祷告要set timer 最好就这样 你的目标是 从二十分钟开始 Peter说 你没有二十分钟 你不能起来 有时候你没有谢闹钟 五分钟就累了 好了好了 感谢足够了 发一个时间 你没有这个时间 我不起来 我上班 我早点起来 我祷告 好祷告 我才去上班 所以这个姐妹 开始这样做 感谢主 神帮助她 心中开始有力量 赐给她智慧 怎么样来带孩子 这个是自律啊 你有那么多时间 烦恼 不如拿来自律 下来祷告 训练 戏盖 这个就是自律 另外一个姐妹 她自从手机 装了那个TikTok之后 TikTok啊 如果你没装 最后不要装 装了最后把它设在 那个很容易就上癮 这个很容易就上癮 这个姐妹 自从有了TikTok之后 就好像都爽 也不是看什么不好的东西 但是呢 就是很耗时间 有时候看我一个 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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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我自从装了TikTok之后 我读圣经的时间 就变少 有时候根本没读圣经 又有空我就刷 刷完就累了 就做别的事 她说再这样 做下去也不行 她说拿了手机 把它设在 设在完之后 有时候想要把它装回来 但是她坚持 不要 感谢主 她戒掉这个TikTok之后 省了很多时间 所以 教力 真胜 都要节制 我们看 加拉太书第五章 22节 Galatians chapter 5 22到23节 123 所以说我节的果子就是 忍耐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洁 节制 这样的事 并没有 没有律法禁止 圣灵的果子 最后一样就是 节制 节制 也是最难的 所以放到最后 所以要当一个好的运动员 一定要控制自己 从我们祷告开始 祷告就是属灵的运动 许人的训练 训练 尽前 最重要的是 看看膝盖 愿不愿意下功夫 第三样 我们看回来 哥林多前述 第九章 第九章 第二十六节 九章二十六节 所以我奔跑 不是无定向的 我斗拳 不是打空气的 保罗这里又说了 第三点 他们怎么样得到一个 不朽坏的光明 他说我奔跑 不是无定向 这是代表 他是有方向的 他斗拳 不是打空气的 你跑步 你要往对的方向跑 你打拳 你要打到敌人 不是打空气 所以我们要得到 不朽坏的光明 我们的方向也要对 不是你很想赢 你就可以赢 也不是说 你跑跑跑跑跑跑 跑很快 但是你方向跑错了 人家往这个方向 跑到这里 怎么会赢 不是说你跑得快就会赢 你方向一定要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的生活的方向 有没有对 今天很多人很忙 都在追求时机 为什么教会聚会 有时候冷冷清清 为什么有时候做圣工 大家都好像抽不出时间 因为大家的方向 是往世界的跑比较多 如果我们的方向调整 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 像安息日语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调转我们的脚步 方向回到神那边 安息日语 星期五晚上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 回到神 虽然平常我们的方向要歪了 但是每个礼拜又调回来 以神为中心 如果你方向不对 你就好像空拳打空气 打空拳 是不是 有时候生活很忙 可是你没有把神放第一位 到最后你发觉得到的不多 生活也不平稳 心中也没有平 一直忙 碰到一个弟兄 这次在美国碰到一个弟兄 他二十五岁 他从中国去到美国 他说我十五岁就出来工作 没有读什么书 但是后来信了主 我知道我要把握 我要坚持守安息日 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坚持 他说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如果神不祝福你 你就白忙 你就白做 他也打过工 也在外面上过班 被老板欺负 他也跟别人合伙 做过生意 被人家骗 也亏了钱 所以他得了一个结论 如果不是神祝福你 你的方向如果不对 你就是打空气 没有用的 要先调好方向 一定要进精神 一定要守安息日 我说那么年轻 就有这种感觉 那么坚持 二十五岁而已 那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做网路的生意 我说你不用忙吗 你出来两个礼拜 参加神讯班 我说请人 然后把那个东西 交出去 我就不管了 至少这两个礼拜 我不管 我要来灵修 我来灵修不够 我要来清静神 我说那我有信心 他说对方向要对 人生的方向要对 我说对方向要对 人生的方向要对 但是我的方向都是要找主内 我问他说外面有没有人追你啊 我问他说外面有没有人追你啊 你那么年轻就做老板 二十五岁而已 我说感谢主 我说外面有没有人追你啊 他就有啊 我说现在的女生也是蛮主动 他说看到我生意有一点成绩啊 他直接就问我了 要不要我当你女朋友 他说蛤 我把你当生意伙伴而已 为什么你问我这个 那个女生想说 跟他在一起有前途啊 有前途啊 老板啊 那么年轻就老板 但是他说我不行 我是基督徒 那个女生还跟他说啊 我可以找你女朋友 但是你不要去教会 因为我是拜拜的 你跟我在一起 你不要去教会 我们的弟兄说 我说不可能 不可能去教会 我已经信了主了 我去教会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去教会 感谢主 方向对 人生就没有白做 没有空跑 你方向不对啊 你整天出空拳 有什么用 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就不了解这一点 尤其是年轻的 年轻的听清楚 整天在追世界 打世界空拳 整天去争这个 追这个 有些老的还是这样 有些老的还搞不懂 要奔跑啊 不是无定向 要奔向主耶稣 不是奔向 人 不是奔向你的太太 你的丈夫 也不是奔向你的儿女 也不是奔向你的事业 你要奔向主耶稣 你就没有白跑 为什么不懂 二十七节 第四点 就是要功课己胜 二十七节 一二三 我是功课己胜 叫圣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最后一点就是 要怎么得奖 你要功课己胜 这句话 原文翻译 是要打自己 为什么要打自己 这是你不要 谁从你肉体的情欲 去做事啊 不要嘴巴说 传福音啊 做圣工啊 结果自己 自己私底下 不守神的话 私底下去 做一些违背道理的事 那你根本就是 不能得救啊 有哦 我们教会有 传道人啊 有圣子人员啊 有做很多圣工的人 到最后 自己被神弃绝 因为自己不守规矩啊 他自己叫别人守规矩 自己不守规矩 被欺权 原文是 这是被人家 被人家说 你这个连资格都没有 有一些运动员 跑跑跑第一名 跑了之后呢 拿了金牌 后来呢 发觉 他偷偷打药 打药进去 加拿大有一个运动员 叫Ben Johnson 加拿大最有名的 如果老一辈的 可能都记得他 为什么最有名 因为他得了 一百米的 赛跑的金牌 只得了不较几个钟头 后来被disqualified 因为被验出来 他偷吃药 打药 金牌被拿走 我觉得蛮惨哦 那个真正得金牌 大家都忘记了 那个被disqualified 那个整天被人家讲 你自己不守规矩啊 所以你得不到奖 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 不要被disqualified 不要被弃绝啊 不要做了一辈子的圣功 到最后神说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是谁 你自己也不守道理 你整天叫人家悔改 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完全都不做 不守规矩 最近有新闻啊 大家也没有看 加拉大的女生足球队 被人家扣分了 可能奖牌都没有了 因为那个教练 偷偷用那个drone 那个无人机 去跑到对方 敌人那边的对手那边 偷看他们练习 哇 被人家发现 这个是闹得很大 扣分了 扣我们加拉大分 扣六分 会不会把以前的奖牌 都拿回来 这个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很难控制自己 自己的欲望 想要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想要发脾气 想要去恨人 很多啊 我们都是很不好啊 但是啊 靠主 又靠圣灵 功课自己 不然的话呢 不认得奖 所以要得 不能坏的冠冕 唱诗 我为了 我可以 我 Make 不要 因为 我 是 我可以 是